这个我在84年考上大学 秋天我们入学 到了放寒假就85年的1月份 就回大同 回大同呢 跟我妈申请就到一个药店 去抓药卖药 就是拿个药等着在那抓药 其实我记得是到了燕北 燕北药材公司的一个门店 然后在那干了有 干了有十几天吧 最后好像挣了14块钱 和一天一块钱 14块钱 想起来 但是那会儿呢 正好要赶上过年 我就在抓药的同时 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很多人是因为生病 拿着方子来到我这抓药 是吧 然后我那会儿也好学 就是看人的药方 然后问问患者的病情 就对一下 对证一下 啥意思 学习一下 但有时候人家来了 就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纸片 给你张纸 上面写着 五六位 七八位药 量还挺大 我一问 干嘛呢 人家说 熬肉 我说什么叫熬肉呢 后来边上的老药工就告诉我 这叫肉药 就说 大年了 人家里都得炖点猪肉 炖点什么牛肉 这时候呢 就要到药店里配点这个 芳香的肉药 他们就叫肉药 是吧 然后回家里包 拿纱布一包 就放在那个炖肉的锅里 这样卤出来的肉就 很香 我才知道 这叫肉药 他到药店里抓药不是为了治病 是为什么 是为了吃饭